浩江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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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豐狗特派人周正铺 今天要來開箱這個 董事長國洞的家 因為他們最近搬來新裝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一虧究竟他家有什麼 好康的 而且聽說他整理了兩三個禮拜 對對對 他整理超久的 這個 靠 在哪裡啊 完了 不知道盆地在哪裡 喔 這個是不是 你知道嗎 這是開門的啦 你在哪啊 你先不要按密碼 好 你直接開 你直接開看看 按這個啦 啊 找到了 找到了 歡迎 歡迎 你怎麼自己講 歡迎 歡迎來到我家 來 進門的第一個步驟 是要先脫鞋子 對 沒錯 請坐 這是我們 新家跟舊家的一個升級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一個這個 鞋椅 那這個鞋椅不但是新的東西 它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在 就是我們這一次呢 搬新家的時候呢 有一個新的老爸 那就是我們的嘎咕 贊助我們的 歐里三人凳 名字非常的簡單 就是這裡 可以坐三個人 當然在我們家應該是不行的 哈哈哈哈 可以坐三個人 然後在這邊可以這個換鞋子 好 那你現在把鞋子脫完了對不對 你看到旁邊這個 旁邊這個桿子呢 也是這個要來的 騎討來的 這個是我哈了很久的一個東西 我這個人 不太喜歡就是走到定位去放外套 所以我會希望會有一個這個 很懶的 就一進門 然後外套一脫就可以扔在 你有看到這個外套嗎 這是騎士帆的嗎 哈哈哈哈 就是直接扔在上面的那一種 然後什麼包包啊什麼的 都可以隨手就扔在上面 然後這個有個小巧思 就是你坐在那邊拖鞋的時候 正前方就是鏡子 對 正前方就是鏡子 欸 這不錯欸 出門前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那個 我不懂這個設計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從來都不看 哈哈哈哈 我是會洗完澡看一下 你穿著衣服嗎還是 就是洗完澡出來 我們家是不是都沒有在關門 你就洗澡不關門嗎 沒有沒有沒有任何門是關的 然後有一次我去他們舊家 我會進去 然後國東媽露屁的那個尿尿 直接進去看到 雖然我沒有當過兵 可是這當兵不是很常見嗎 那你在桃園裡家也是這樣嗎 我們第一個我們是男的 我們也不介意 啊誰 我們家裡就四個人 誰會這樣子你在洗澡的時候 嘿 國旗了嗎這樣子 沒看過我發表紙 沒有人很白目啊 就是外套的價值 就加班來了 所以跟工作室是同一個 對啊 因為我覺得蠻好用的 就下面就是放背包 然後一些鞋子 不錯吧 外套有什麼問題啊 我們來檢查一下 能有什麼問題 這件 沒有看過 米其林寶寶的外套 這件多少錢 我們來拍賣一下好不好 還是要 你看你都沒在穿 我們來拍賣一下 我有穿這兩隻 我有這個 權利遊戲的外套 雖然不是正版的 可是我買的很爽 也不好穿 那這集會抽嗎 好 為什麼 我不會 我們這個是這個 浴室門口區 我發現這裡有曬這個 衣服沒洗啊 欸欸欸欸 裝衣服欸 我雞查一下 等一下 你已經摸在我的秘密上面了 我真的不好用 我就是要看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這集的特派也有點怪怪的 我們是有分白色衣服 黑色衣服跟雜物 就是內衣褲那些 內衣褲浴巾的 哇你們分得好細喔 好 那我們先介紹這裡好了 好這基本上就是一個客位 客位有點亂喔 這樣子客人要怎麼用 對因為這裡通常不會有客人 那裡面的呢 我們都在這裡洗澡 那裡面的呢 裡面放了一堆雜物 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這裡比較大 就這個淋浴間算大 然後裡面那個比較小 然後這裡就是馬桶 然後這是流理台 裡面應該 這就是洗手台嗎 你擋住我們特派員了 好啊 來特派員 再看一下你這個藏什麼家 你檢查太極了嗎 有些地方 裡面有一具屍體 蟑螂屍體好不好 我幹 恭喜 這是我們這個 剛進來的時候經常密宗的陷阱 然後你們可以注意 進來Tag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我發現裝一個這個 那買到嗎 不是 因為我以前每次從浴室出來的時候 都是你要洗完澡 都是這樣子會有點頭滴滴的 然後比如說像這裡會掛毛巾 而且這樣低頭拿著毛巾 頭一台起來就裝到這裡 欸真的耶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這個防護 因為我每次被撞到都很不爽 所以這是你們自己裝的 對這是我們自己裝的 標配喔 這一定是標配喔 哪有標配 人家是這個 偷頭是高級好不好 有暖氣的 有一些只有抽風來 上到 你把特派員廁所 你還有什麼疑問 沒什麼疑問 我有一個小疑問耶 是不是每次門口會掛一堆衣服 然後其實門都關不起來 老闆娘的外套 老闆娘的 我只要弄我膽膏 我那些就是穿了一兩次 還沒有需要拿去洗的 那我有一個疑問 那那個衣架是幹嘛用的 那衣架是外套啊 那也是外套 那個綠色的不是外套嗎 這不是外套啊 我只是買了兩件一模一樣的衣服 就洗澡以前就坐在這啊 然後改天要出門的時候就拿這裡 我這樣表示 人家還會看到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樣 這塊基本上也是我們會租這間房子的原因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對 就是我們的客廳 那應該這塊其實本來是飯廳啦 但因為我們沒有在飯廳吃飯的原因 所以這塊就變成有點像 公共區域 然後首先呢可以看到 我們左手邊這裡 這是我們老闆娘的喜好 花花 然後大家如果以後就是看到我哪一天如果拍片的時候 我衣服上有一些顏料 就是被它穿去然後在畫畫的時候噴到 這裡這裡 哪裡哪裡 這裡有顏料喔 好大一點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電視機這一塊 然後再來電視也是舊家搬來的 然後這台空氣清淨機也是舊家搬來的 那這個咧 這是我們新家有多買一台電視 然後它有音響 這樣我們會看到那台電視 然後它是附的音響 我們要放在這裡 然後左邊這個是 這個我們老闆娘的最愛 聖誕節 所以她特別買了一顆聖誕樹 欸這聖誕樹不便宜耶 看起來呢 多少錢 加裝大概剛上萬或是不到萬了 那我聽說現在已經是三月了 你們還看到它 未來我們只要坐在這裡你們都會看到它 12月的時候是聖誕樹 平常的時候就是地震測量 沒有你們先看這個樣子 然後12月的時候我們可以請你 請你再拍一次 那這顆聖誕樹上面就會多了一點點裝飾 哈哈哈哈 這沙發 你們看它好像看不太出來有什麼特別的 有沒有跟你說 大到破表 我坐到底 我的腳幾乎是整隻在上面 好深喔 這是我們選了很久之後 由我決定的 因為以前的沙發是坐著只能這樣嘛 然後我個人喜歡癱瘓坐姿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這個沙發是很深的 好深喔 你躺得下來欸 然後我個人喜歡癱瘓坐姿 而且像這種阿姨 就是如果家裡沙發要彈腿的話 就要縮到很裡面才會在裡面 我這個都可以放超鬆的 這品名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個彩蛋 是我們卡古的 SWALL L型沙發 它這個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有點枕頭屁 所以不好意思啊 欸我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是選白色啊 它有別的顏色嗎 它這個很特別是 它是所有的布都可以讓你跳 我目測是上百種的布可以讓你跳 像我們知道這個 選這個就是貓抓布 就如果你有養貓的人 你就可以選這個 喔 你是在預言你們準備 我們沒有貓 我們的房東醜貓 然後這個是像上面頭整的 都是加購的 然後它這個就主要是 如果你是會靠後面的話 這個就剛剛好 可是這個是加購 因為我們畢竟是有別的嘛 所以我們就三個都直接加 好厲害喔 通常人家就是買一個然後換位子 我們第一有Daddy 我們第二有一個 我們叫Bagger Bagger就是有什麼藥物 然後還有一個最特別的 就是這個沙發 你看這樣子坐很深嘛 然後可能你有時候要往前一點的時候 可能就要靠著那邊 可是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座口 它就是這樣可以拉起來 就可以變成這樣做 正常沙發 但是卡住的不會往後掉 它就可以整張都變成往前 特派員坐起來怎麼樣 唉唷 很舒服勒 我決定要住在這裡了 來這裡下面還有一個這個第三個彩單 這個是Bagger要來的 這個是叫 Nodowa小凳 唉我覺得它這個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 主要是皮的時候 就這樣拎著走就好了 它第一個是可以 攜帶然後 也不中 除了沒有靠背以外 其實滿舒服的 就是你短時間之內 可能要 就是要有機動性的話 這個小凳算滿不錯的 就我可能本來這樣看電視啊 如果我要吃飯我就拉得出來 然後坐在那邊吃飯了 因為其實這張沙發大到已經不太需要電子了 還不錯耶 好我們進來這個新家之後呢 有一個這個陰暗的小走道 遇到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廚房 滿標準的這個 現代的電梯大樓會有 好啊這些都不是啊 這些都不是 對這些都是它自己買的 那反正你們也知道我不會煮飯嘛 所以我不會進來這地方 所以這地方呢 這個東西通常也不是我買的 然後這裡也會有這個刀具 然後重點就是它有這個 這個是洗碗機 然後這個是烤箱 上面這個就是一般的這個櫃子啦 收納鍋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就是可以拉的 好像可以這樣子 好像遇到有點困難喔 不是我怕怕的 喔喔 怕它掉下來 上面很多掉下來會碎的東西 為什麼 不會啦 它可以這樣拉出來 它有阻力的齁 有啦它有阻力 我是怕它是從後面 好不錯耶 無限杯子 很棒耶 很棒這很棒的 這對女生來講是不錯的 對因為它比較矮 太麻了需要把它拉下來 可是像我就不太需要 欸為什麼那麼髒 哪會很髒 前幾天煮菜當然髒 這什麼 喔沒醒 它還有 不是我們今天的晚餐啊 那個是我們 Chef Wayne介紹過的那個 隔離糖 對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冰箱 滿滿的豆漿 豆乳 非常乾淨 不愧是整理了兩三個禮拜的冰箱 下面那一層很整齊 因為都沒有很多 沒什麼東西 肉類嘛 就肉類 你們的貨源也是充足耶 當然啊 現在這麼危險的時機 嘿嘿嘿 漲價 都叫漲價 先屯先贏 還有什麼疑問 對啊 那外面是洋台 對啊 滿大的耶 哇 等一下 這個好難拍攝喔 這裡 對啊 這剛好看衣服 很難拍攝 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這個啦 這比我們舊家升級的 就是它這個是可以控制 哇 超高級喔 好棒喔 它這裡就是洗衣機嘛 熱水器 然後放一些雜物 然後這裡的這個風景也不錯 這裡風景是怎樣 因為我們住頂樓啊 上面都沒東西啊 喔 那邊也有一些夜景 再被這些肚子擋住了 大家可以 可以稍來看一下 好 這裡還有一些夜景可以看 好啦 那這個 接下來就是我們 陰暗小走道的第二個 因為這個開口位於整個家的中心 沒有鄰近任何的這個 閑雜人等 所以這就是我的直播間 然後因為我直播的時候特別吵 好已經被看過好幾次 然後這個地毯呢 就是怕避免留下的頻道 我們的隔音已經做的這個算盡善盡美 我比較好奇的是一個問題 欸是三台主機喔 這什麼三台 對啊 你有三台耶 遊戲機直播機 地毯我拿來掛遊戲的 那我再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下面有那麼多行李箱 你是隨時要潛逃嗎 不好意思 想問一下 剩下的雜物就堆在下面 因為這裡我不會過來啊 所以它會放一些雜物 這是咖啡機 高級的嗎 大家會問你 你的直播間就有咖啡機 這個比公司的那個還更高級耶 這個公司那個好像要預熱對不對 它這個好像按著就可以直接 直接順熱喔 而且這個比較特別是那個也打奶泡 這是你們剝17之前的那個嗎 進去嗎 這一根很粗很硬 等一下 我幫你 為什麼這裡有咖啡的椅子啊 沒有這個平常就是 因為我們家沒有飯桌 然後我就會吃飯就會進來 如果要一起吃我就會進來一起吃 然後我這邊介紹兩個藥品 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我們前幾集 我們前幾集有去做個經濟檢測 結果這個是我朋友買給我的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這個叫做馬卡 馬卡 馬卡 就是常常被大家推的馬卡 這一瓶出大概兩三年了 這一個是都是COSIA一些產品 被用的跟有在用的 有時候如果什麼有人怪鍵盤壞掉 我就會馬上憋信的 哈哈哈哈 讓它沒有藥口 我真的滾了 真的滾了 我真的滾了 然後PS的搖桿 然後PS4 跟遊戲片 還有Switch 工商不會用到 所以都放在這個房間 你這台是 正在掛遊戲機嗎 阿不然怎麼會轉成這樣 超熱的耶 對啊 阿不然怎麼會轉成這樣 看完十幾月站到大熱 哪有這麼多啦 這不會是網路上傳說中 那個有名的重力工作室吧 哈哈哈哈 手遊帶練的工作室 這件是什麼 這是哪一個直播主的房間 知名俏班直播主 KYT皮球的直播間 我先說 這裡的窗面都是房東鋪的 如果大家覺得這窗面很醜 絕對不是我挑 可是我覺得這個沙窗不錯 房東在下面留言了 阿就老人家嘛 這裡其實不錯 這應該把你把這個打開 哇 好怪喔 這裡看到101你看得到嗎 真的假的 真的綠綠那個101 半夜我都看得到嗎 你接上自己的房間 這個是本來是我上班的地方 就是本來啦 因為我現在有筆電之後 我發現筆電方便蠻多 所以我其實很少進來這裡 然後這個房間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雜物間 像我們衣服 衣櫃在這裡 然後這個櫃子是放一些舊衣服 然後下面是回收水分的 雖然我已經整理了好幾個禮拜 但這一區還沒有整理完 所以雜物都先放在這裡 也免拍攝的時候看起來很亂 衣服倒是滿整齊的 衣服是 現在是把長袖全部都掛起來 等一下 這是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都在這嗎 對 兩個人的衣服都在這 那很少耶 不多啊 我沒有看到的上班都穿了幾件 不多啊 這裡面都是衣服耶 你有沒有看到嗎 數十條內內 我們抽一件給觀眾好了 你先穿囉 去樓下跑跑步機10分鐘 這條就可以啦 這條可能還有一些那個 大廁所滴出來的一些 欸 這裡是妳的收藏嗎 這是我的權力遊戲的東西 然後這是一些 那個房子也是嗎 反正它本來就是有25格這樣 所以你把它套出來掛在樹上 只是丟掉有點可惜 因為它有點漂亮 可是其實它這個 你要我放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 如果女生有指甲油之類的 大概是可以留著啦 可以放一些情緒啦 今天郭東人來抽 今天是什麼口味 郭東在笑了 我以為是全非今天要跟誰 然後這些就是工作的文件這裡 然後這一些都是保養品 然後這個櫃子就是一些大層的保養品 最下面這個就是一些 以前的朋友寄給我的信之類的 其實這些都有點是紀念品 真的紀念品 反正也看不到嘛 很正氣嘛 還收了那麼多個禮拜 對啊 真的耶 郭東講的又來了 東西都掛在這邊 真的耶 所以你們的概念就是不關門 然後讓你們的收納空間增加 沒有 因為我們是不關門啊 關門房 如果是大的關的 就無藥可救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間是我們這個 這個新房子最 應該說最有瑕疵的地方 因為這是主臥 所以我們舊家 大家開箱過 我們舊家的主臥其實很大 然後新家的主臥 非常的剛好 就是你看我們放一個床之後 基本上 剩下的空間就是一人能通過的走道 然後這比較突出來的就是電視 我買了一台電視耍廢 所以就是我們有時候這個 睡前的耍廢時間就是看一下電視 對 我們 這台電視我覺得很高級 就其實也就是新式電視的樣子啊 就是Netflix那些 人好耶 就是吸血蟲啊 哈哈哈 那個枕頭不算 這張床也是乾過給我們的 我超級喜歡這一個靠枕 它床頭超膨耶 就是等於是我們看電視可以直接靠在這裡 我們就不用枕頭在電 它本身就那麼大了 而且重點是 最近Netflix看了很多那些室內裝潢節目 只要你家的色系一樣 基本上搭配起來 就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這一個在網頁展示的是黑色的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想要這個 可是又不行 結果到現場 它說全部布跟沙發一樣 隨便你挑 所以這個也是貓抓布 然後就是我們最後挑的這個 而且重點是它有分 就是一般你沒有養貓的話就買機能布 然後養貓的話也不用怕貓會抓破什麼的 它們都其實滿都可以選 那這個床咧 床的部分 床我們要請小洞展示一下 就在這裡 所以這兩個提袋 提袋把它往上拉 它是油壓的 這個桿子是油壓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它會掉下來 也不用擔心說要放太大力氣 然後你把它關起來就是稍微 往下壓一下 它壓到一個點之後它就會自己下去 你看它到最底下的時候它還有一個那個 優壓那個緩衝力道 床的部分也是小洞親自挑選 我那天在嘎骨躺了非常久 我每一張床都躺了半小時 聽起來是他們最怕的那種客人 但是重點是 你一定要這樣做 這東西都是這樣 你不可能一開始就會有感覺 就是你譬如說床躺了三分鐘 你不會有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床在上面躺了三十分鐘 你肯定就會有感覺 就是選了一個三十分鐘躺起來 我覺得最舒服 那這樣你會不會每個家居店在每個人都在那邊躺 國動獎的啊 你要知道你不給我躺是不是 好兇喔 那這一張為什麼被你選中 這一張就比較有支撐力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都比較胖 比較胖的人的話 你如果床沒有支撐力的話 你的這個腰會痛 特派人要不要躺一下 來 可以躺嗎 那邊好了 看來右邊是彥童躺的地方 這床就送給我是不是 好舒服喔 你要躺三十分鐘 你要躺三十分鐘 你要躺三十分鐘才照一下 其實晚上我們就不會開大的熱門 我們可以這樣子聊天 聊一聊就困了 確定是聊一聊就困了嗎 對呀 我覺得應該不是喔 最後就是這個主臥廁所 其實也不小啊 最糊石無花的地方 所以直接廢掉喔這裡 就直接這樣子 就主臥無花了 一個洗澡啊 我們這個廁所也會上 那個廁所上 那主要是怕主臥洗澡 濕氣在房間喔 而且外面空空還不錯 有小孩之後應該就要分開了吧 因為我們沒辦法同一間啊 你看 它那個空間根本我們沒辦法放 對呀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新家開箱 那這個特派人 有什麼想問的或想講的 覺得你這也不錯 客廳很不錯 一進來就是非常寬敞 而且又是整個白色的 只是看起來會很舒服 你一天工作回到家 很累了 那你進來哇就可以再認出 沙發躺一下 他老弟是講幹嘛 不然我們哪天開箱他家好了 搞不好也是這個樣子 不是 不給我們特派人面子耶 真的耶 他可以吹一下也不行 你覺得 回到家你覺得哪邊 對你來講最舒服 如果假設很累要休息 就是沙發 對啊因為沒洗澡 你不能躺床嘛 我就算可能剛見完 滿身是汗 我可以直接實在是沙發 也是OK的 反正再找爸爸換一下是不是 髒了就換一下 怎麼可以這樣講 怎麼搞的啊 他在幫你們要啊 那你這樣住三個月了嘛 接下來有什麼心得嗎 住下來 我覺得這個環境 算是有達到我們的這個 預期 除了我們剛好工作室搬來這邊以外 結果現在又讓我有一個非常不爽的點 就是 鄰居位置靠北 因為我們特別選頂樓嘛 所以不會吵到樓上 然後樓下我們也做防禦 就是用這個地毯 對地毯 裡面的話就是剛好另外三面都是我們自己家裡 所以就是 比較不會有噪音汙染的問題 對啊所以 住的是還滿滿意的 就是剛好都符合我們的需求這樣 然後空間也是 除了主臥小了一點以外 大概都沒什麼問題啦 好啦那這一集到這邊 也介紹差不多了 影片的最後 我們也要感謝這次的新爸爸 好這個嘎骨 嘎骨這個非常鼓勵大家去實體店面參觀 這個離我們最近 新莊最近的有一家五穀 其實我們本來啦 我們本來預計是只有要 就是跟他們談沙發 好那他們邀請我們去五穀的那間 這個實體店面之後啦 我們看了很多喜歡的東西 然後就發揮我們這個 要飯夫妻的這個能力 開始要飯 其實嘎骨也很大方 就是我們要什麼他們都給 像我們本來想要的 SWAM這個L型的沙發以外呢 我們後來還去要了這個 Neef的這個床墊 還有這個Puff的仙床 整組的這個床跟床墊 像那個Oli的三人凳呢 也是這個臨時起義的 那當然還有這個衣架 還有這個小凳 這個嘎骨爸爸也是非常大方的 就全部都給我們了 所以我們特別感謝他們 好那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這個 新家開箱 那如果對這個裝潢的顏色有問題的話呢 請私訊我們老闆娘 對因為我完全沒有介入任何一樣 好那這個影片到這邊就結束啦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算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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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也覺得算了啦 算了啦 算了啦 我去找 我去找國商講算了啦 還是怎麼樣 算了啦 嘿嘿嘿 他都聽到了 看 他聽到了 我失敗 他根本都在偷聽我們講話 喔 god